2019年第三届国际青年创意美学竞赛昨天在桃园市举行 来自国内外将近2000人齐聚参与 宜兰特殊教育学校跟宜兰餐饮推广协会就携手派出食人 参加特教生、糖霜饼干跟果冻花的才艺竞赛 拿下了两斤四银六桶八家座的好成绩 而武捷乡长沈德茂今天特别来关心肯定 便也称赞这群小天使的好手艺 带出去的有参加果冻花跟糖霜饼干的比赛 这次比赛的成果我们有得到二斤四银六桶 然后还有一些家座 那总共有十位特教小朋友参与比赛 这次我们带出去了也希望小朋友透过老师 家长协助之下能够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我想最重要的是说给这些特教的小孩子 有机会 有机会去参加这格际性的比赛 让他们可以思维 可以接触所有都没有接触的这些环境 让他们有自信心能够创意他们自己的想法 走出他们的过去的那种被人家埋没的那种人才 国际青年创意美学竞赛首度纳入了特教生的糖霜饼干 跟果冻花竞赛 在家长跟老师的帮助下 他们首度参赛就拿下了双料冠军非常厉害 更想跟家人同学跟老师分享得奖喜悦 我果冻花第一名 饼干加做糖霜加做我 开心同学老师分享 我得到银牌第二名 很开心 做皮卡丘 你为什么会想做皮卡丘 因为皮卡丘比较可爱 你想把这个饼干给谁吃 给爸爸妈妈吃 为什么 因为爸爸妈妈照顾我 感谢阿姨 阿姨教我们做糖霜饼干 糖霜饼干第一名 很高兴 你这次做了什么主题 真的让老公说 很惊讶 很惊讶 然后又很开心 对 有没有想要做这个饼干给谁吃 阿姨吃 阿姨吃 为什么要给阿姨吃 阿姨照顾我 那你这次做了什么 花妈 为什么会想做花妈 我爱我妈 想要跟谁分享 爸爸妈妈家 十位选手大多数都是宜兰特殊教育学校的在学生以及毕业生 在学校就培养他们职业的技能 以便未来进入职场工作 而其中四个人在学校毕业后就到餐饮推广协会服务 协助制作赛地的伴手礼 而这次参赛不是为了要得奖 而是要让他们展现天赋跟自信 肯定自己的能力 一类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